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笛子的笛模是如何贴的 首先我们来看 现在摆在我桌子上的 笛子 这是一个笛模孔 这是一把剪刀 用来剪笛模的剪刀 这里是笛模 这里是笛模胶 这里是水 上面有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笛子的笛模 目前的笛模是需要更换的 因为它已经破了 首先我们要 把笛模取下来 怎么取 这里有水涂在表面上 然后就很容易取下来了 你看 很容易弄下来 对吧 这笛模已经不能用了 然后再把这个表面擦干净 擦干净 然后下一步我们就要 把这个地膜处理一下 拿的地膜是这样的 中间有地膜 像这样的 我们就缺一个 这样的 我们就缺一个 大概这么长就够了 这个是我们需要的 这是个地膜 你看这个地膜是个空心的 你看这个地膜是个空心的 空心的 从这里剪开吧 从这里剪开吧 你可以跟它展开了 对吧 对吧 你看 翻过了 你就可以 沿着这个纹路 这样 你这样贴的 是这样贴的 这样贴的 假设你这样贴的话 就是贴反了 贴反了 这样贴就贴错了 好 先放了 放在这里 OK 然后下一步是给地膜孔刷焦 这上面有水 这是地膜焦 这有点多 刷一下 然后就涂 你会感觉表面上有水一样 对吧 这是胶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 可以再沾点水 再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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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够了 然后呢 这个孔的中间要弄一下 压一下 你手指上会有 发现有 这种胶 这种胶 你不弄掉的话 等会贴地膜 我就会发现它 底膜上会潮湿 湿掉 对吧 看到 你要注意看这个地方 这就是刚才我们剪开的地方 一定要这样铁 压住 这样你压住一边 然后你用手轻轻地拉 就会有玩弄的 对吗 然后往下轻轻地按下去 好 已经填好了 帮着走 那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 稍微有一点点紧 但现在我们不能用手去拉了 不需要再去拉它了 然后可以对到上面哈哈气 对到孔上面吹吹气 再吹一下 再吹一下 这基本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感谢观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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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